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股力增长模型 按照股力增长模型 如何来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呢 在这里面我们假设股力怎么样 每年是以固定增长率来增长的 这时候我们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 基本模型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是第一年的股力 除以当前的市场价格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股力增长率就可以了 算出结果来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这个市值怎么来的呢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比如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排下去 到无穷大是吧 永久性的这个股票嘛 那么这是第一年股力 这是第二年股力 这是第三年股力 我们说每年的股力呢 它有个规律 都是按照固定的一个年增长率的增长的 那我们根据前面所讲过的 这个比如说债券这块 我们算它的资本成本 还记得不记得 那个倒计顺利法怎么算来的呢 想想一下 有上市交易的债券 要算它那个债务资本成本的时候 怎么算来的呢 是把未来的现金这段折现 让它和当前市价相等 求出那折现率 那不就是它的资本成本吗 其实我们这块呢 道理跟它一样 那就说 我当前市价为P0 我们也是把未来的这些限量折现 让它和当前市价相等 那好了 未来的限量的包什么呢 那就是你的股力了 第一年股力折现 是吧 除以1加上RS 第二年股力也折现 那第二年股力 你注意和第一年什么关系 应该是用第一年股力乘以什么呢 1加增长率G 然后除以什么呢 1加上RS平方 好 ECD推拍下去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了 未来的限量折现 让它和当前的市价相等 求这折现率就行了 那这折现率 就是资本成本吗 因为我们这块限量是什么 是股力 当前的价格是股价 所以说这块的折现率 那就是普通股资本成本 那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化钱结果得多少来着呢 P0应该等于啥呀 我们等号右边 这是一个无穷等比数列 还有印象吧 化钱得出结果呢 应该是第一 除以什么呢 除以RS减击增长率G嘛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求解出RS来呢 RS不就相当于是第一 除以谁呢 P0 然后再加上这个增长率G 你看就出来了吗 你看跟这式子是一样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那现在呢 我们各位同学想象一下 那我要计算这个普通股资本成本的话 那叫确定出来什么呢 确定出来预计的低年股力 还有就是当前的股价 再有呢 就是这个股力增长率啊 那么关于预计低年的股力 这是取决的股力政策是吧 这个当前的股价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资本市场上可以直接查阅 所以说呢 采用股力增长模型 来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 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来确定这里面的增长率 所以这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股力的一个平均的增长率 如何来估计呢 这里面呢 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历史增长率 也就是说你根据过去 已经支付的这个股力的数据 估计一下呢 未来的增长率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这个投资者 持有股票之后 通常来讲的话 就是长期持有嘛 所以说我们需要计算的 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平均增长率 那么这种长期的平均增长率 我们是采用几何平均法来算 还是采用算术平均法来算 哪一个更合适呢 我们说采用几何平均法来算增长率 更符合这个长期增长率的要求 另外呢 我们说这个算术平均法来算增长率的话 它比较适合于什么呢 我就持有一段时间 我持有两年 持有三年 在这种情况之下 用算术平均法 那就会更合适一些 那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采用这个几何平均法 如何来计算这个 股力的长期的一个平均增长率呢 这个应该不陌生了 对不对 告诉我们当前的股力为第0 若干期之后的股力为第N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这个时间价值计算 当前的股力呢 乘上一加增长率的N四方 这不就相当于是计算一个负力中值吗 然后呢 让它和第N年末的股力相等 这样的话怎么样 我是不是就可以求解出这里面的增长率 对不对 那就用第N 第N年的股力嘛 除以第0 当前股力嘛 开N四方减1 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应该不陌生 对吧 这些东西一次都没考过 没什么难度 对吧 没什么难度 下面呢 我们通过数据呢 来说明一下 这个算术平均法 和几何平均法 如何来计算这个 股力的这个平均增长率 比如说呢 这个2012年到2016年 这里面呢 告诉我们每股支付的先进股力 这个金额有了 那现在呢 我们说 如果采用算术平均法 来计算这个年平均增长率 怎么算的呢 那首先 把每年的这个股力增长率 都分别算出来 那第一年的话呢 应该是用0.19减去的0.16 然后再除以0.16 好 第一年增长率有了 那一次类推 第二年增长率呢 应该是用0.2减去0.19 再除以0.19 是吧 一次类推 第三年第四年 不都算出来了吗 每年的这个股力增长 算出来之后 怎么样 秋和 然后除以4 这就是算术平均法 比较简单吧 那如果采用几何平均法的话呢 那我们说了 你当前的股力呢 是每股0.16 那么四年之后的股力呢 是0.25 如果我们从这个图形来看一看 不就这个意思吗 当前股力呢 这块比如说0.16 是吧 然后呢 第四年末的时候股力呢 这块是0.25 那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计算出 年平均增长率来吗 也就意味着用这个 0.16 乘以什么呢 1加上增长率的多少次方呢 四次方 然后等于多少 等于0.25 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给它开四次方 出来了呢 算出呢 多少呢 11.8%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同样的数据 你采用几何平均法算出结果 要比这个算数平均法算出结果要小一些吗 通过这个数据能看出来的结论 是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个地方再强调一下 我们呢 把这个历史的这个平均增长率已经算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股力增长模型 可以计算这个股权资本成本了 那就说 用预计低音的股力 不以这个当前的股价 加上这个我们算出来这个股力的一个平均增长率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 根据你计算出来这个历史增长率和股权资本成本 我们要用这个股票的估价模型 股票的估价模型还有印象吗 那就是第一 所以谁呢 RS减去增长的G 这不就是股票的估价模型吗 那就是我们呢 这个增长率有了 这个股权资本成本有了 我们结合呢 历史 每年你支付的股力额 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 每年的一个股价呢 这个股价是根据这个模型来计算出来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从图像来看一看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 然后排下去 那我们可不会计算出一个当前的一个模型的一个估算的股价呢 那就是第一除以什么呢 RS减减 RS有的 G有的 第一年股力我们可以直接查阅 历史股力嘛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P0算出来 那一次类推 那你可否再给我算出一个P1来呢 没问题吧 那P怎么算呢 P呢 它应该是用第二年的股力 是不是 出于什么呢 出于RS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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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是不是都可以根据这个股价模型 把它算出来 然后呢 这些股价有了之后 注意这些股价是根据模型测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历史上呢 会有实际的一个股价呀 第一年末第二年末第三年末 每年都会有实际股价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实际的股价 和我们这个按照这个模型所预测的股价 两者之间的进行个分析 进一个相关性的比较吗 然后找到一个什么呢 相关性最好的 看一看 你那个历史增长率多少 然后 然后这个历史增长率我们拿来 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 这个股票的资本成本的一个计算问题 那么作为这个股力增长模型里面 我们说这个历史增长率 它在运用的时候 很少是 很少是单独去使用的 通常来讲的话怎么样 它可以作为一个增长率估计的一个参考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作为这个股力增长率来讲的话 你这个公司处于不同的生命逐渐阶段 你的股力的支付的金额是相差很大的 你比如说你在初创阶段的时候 那就可能就是零股力支付 而在成熟阶段的时候呢 可能会实现更高的股力支付 那你看看那个股力的这个增长率 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呢 我们采用这种历史的这种 股力支付长率 我们用的时候呢 就需要谨慎一些 因为呢 在这里面可能 你这个历史的股力支付长率 可能它的相关性就没那么强 那就可能导致未来的这个 普通股资本成本的估计 那就会有偏差 甚至可能会偏差比较大 把这样的道理呢 我们是需要熟悉的 需要熟悉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种训定方法 就是根据可持续增长率经测算 那么如果说这公司怎么样 是处于可持续增长的状态 满足可持续增长的假设条件 这个应该还有印象吧 我们在第二章讲过的 可持续增长的这种状态 那个假设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说经营效率不变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营业净利率不变 总资产的周转率不变嘛 财务政策不变 那就意味着 你的产权比率不变 像资本结构不变 利润留存率不变 然后不增发股票 满足这些条件之后 那就意味着你是处于可持续增长状态了 在可持续增长状态之下 那么这个股利增长率 它就等于可持续增长率了 那怎么算出来呢 你比如说我们要计算一下 2024年 它的股利润涨率 告诉你了 说2024年 满足这个可持续增长的这个假设条件 那要计算一下 2024年的股利润涨率怎么办 那你就计算一下2024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用期初的这个权益的预期的一个净利率 乘以什么呢 预计的一个利润留存率 那就说2024年的这个利润留存率 相当于23年来讲的话 是不预计数 那么同样道理的话 我们用2024年那个净利润 除以2024年年初的股东权益 那不就相当于是期初的权益的预期的一个净利率水平吗 也就是我站在23年的角度 把24年的这个股利增长率 或者叫可持续增长率把它算出来就可以了 当然 你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根据期末的股东权益去计算呢 你也可以把24年的这个股利润算出来 那就说 你用2024年的这个净利润 除以2024年年末的股东权益 那么相对23年来讲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个权益预期的一个净利率 然后乘上预计的一个利润留存率 预计的利润留存率就相当于 我站在23年来讲的话 24年不就预期术吗 预期术 分母呢 是一减去那分子 就出来了 那么对于这个可持续增长率的这个计算 我们呢 在这第二章里面都是讲过的 所以说呢 在考试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可持续增长率计算公式 放到这来考我们 那我们就必须得过关了 另外呢 在我们教材里面 他还有一段话 他说呢 你根据可持续增长率 来估计这个股利增长率的时候 他说有一些隐含假设 那以前假设我们说 利润留存率不变 很好理解吧 那利润留存率不变 在我们那个可持续增长假设条里面 已经体现出来了 对不对 他属于财务政策不变里面的 其中一个指标吗 那么利润留存率不变 那也就意味着 你股利支付率不变呢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的股利增长率 应该是和你的净利润增长率 应该相同 对不对 接下来 不发行新股 也不回过股票 那说什么 那就说明你股东权益的增加额 就等于预计增加的留存收益吗 你预计增加的留存收益 不就相当于是你预计的一个利润留存吗 这能熟悉吧 另外呢 他还有一条 说什么呢 他说预计新增投资的权益净利率 等于当前的一个期望报酬率 那我们有很多的考生就不理解这个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你比如说我们站在23年 那说24年的时候 你新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权益净利率 多少你能否做出准确的预知呢 我们说是很难做出准确一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做一个公司来讲的话 那么他将来那个项目往哪投 他的详细的信息 我们说是拿不到的 信息是不对称的 那么这里面讲的新投资的权益净利率 那就意味着我们24年 你所增加的留存收益 或者说你24年 你所形成的一个预计的利润留存 如果再去投资的话 那么这个报酬率 他说等于当前的一个期望报酬率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假设之后 你才能够对未来的24年 你新增投资的部分 也就意味着你新增加的这个 留存收益部分 他的回报率我们才能清楚嘛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怎么样 我们就按那个权益的净利率水平 去做就可以了 他说就等于当前的期望报酬率 是这个意思 其实呢 他这一块啊 加的这些假条件 我个人认为 本来根据那个可持续增长的假设条件 满足那个可持续增长的假设的条件之后 就可以直接测算出 你这个骨铃子涨率了 结果呢 在我们教材 这个公式的下边 马上又加了这些遗憾假设 那么这些遗憾假设 你像这个利润流存率 那么不发行新骨 在那个可持续增长假设条件里面都有了 再加过来没啥意义 另外告诉大家 这个假设条件提出 其实它就不是可持续增长的假设条件里面含的 这个呢 它是这个螺丝模型 螺丝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公司理财全球很有名的那本书 销售挺火爆的 螺丝 在这个公司理财里面呢 它有一个增长率的一个估计 它说增长率等什么呢 它说增长率呀 就等于利润流存率 乘以流存收益的一个收益率水平 流存收益的收益率水平 就意味着你24年你预计的利润流存如果再投资 它那个回报率 然后呢 它就告诉你了 它说你24年的时候呢 新增的这个流存收益 也就是你24年的这个利润流存嘛 那么它的这种投资的回报率 我们作为外部的财务分析人士 是很难做出准确预知的 那我们就只能根据过去的这个权益净利率水平 然后对未来做的估计 那就等于这个当下那个期望报出的水平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23年的时候呢 你权益净利多少呢 假如权益净利率16% 好了 24年的时候认为也是16%的水平 就这么个意思 编教材这个人呢 是可吃一增长的那块呢 贴一块 往后这个呢 取自于罗斯的教材呢 贴一块 结果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考试觉得 这个预计新增投资权益净利率 不等于当行期望报出率 那我们的可吃一增长假设条件 没有啊 确确实实 它不在那里反应 不在那里反应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呢 你就不用纠结了 是吧 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说 还在提上告诉你了啊 说我们根据可吃的那率 来估计鼓励的那率的时候 需要有哪些假设条件呢 你就记住 把这条选上就可以了 明白了啊 具体原理 你说搞不清楚 你先不用搞了 将来想学习的时候 你就买一本 罗斯的公司理财 你就那里面写的很详细 或者说你考完之后 你想学一学 我把那段给你拍下来 你去学也行 但是我们作为考试来讲的话 你就知道 结论就行了 是吧 这是它的其中一个假条件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他可以预测出这个增长率了 这个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呢 那我们就注意一下了 不同的证券分析师呢 他会有一个增长率的 一个不同的预测结果 那最终怎么办呢 那最终我们要计算一个 加权平均值嘛 那么这个加权平均值 在算的时候 哪些证券分析师 给它权重高一点 哪些证券分析师 给它权重低一点呢 那就看到的权威性了 权威性比较强的 那些机构里面的 证券分析师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给它权重大一点 反之呢 我们那个权重可以设置小一点 从这怎么样 计算出一个平均的一个 什么 这个增长率 这就是加权平均数算法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这个证券分析师 在预测的时候呢 通常来讲的话 它是按照年度 或者季度来进预测的 并不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增长率水平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有两种解决方法 其中一种解决方法呢 它是将这个 不稳定的增长率 按照一个足够长的时间 去计算一个几何平均数 这是一种处理方法 你比如说呢 这里面给了 比如说这是零啊 这是一 这是二 好 假如我这里面给了 一到三十年的 一个鼓励的一个支付额 假如这块呢 为两块 比如说呢 这块为这个9.68 好 中间的每年鼓励都告诉你 那我们根据这个足够长的 这个时间 我们计算一个几何平均增长率 这会计算吗 有印象吧 那就自然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9.68 是不是啊 除以多少呢 除以二 然后怎么样 开三十四方 然后减一 好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个 鼓励的增长率了 那么这个鼓励增长率算出之后呢 那我们要计算这个 五千资本成本 那那个RS 那什么呀 那就应该等于第一年的鼓励 第一年鼓励 第一年鼓励在这呢 是不是啊 然后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批零 当前股价会告诉你 是不是啊 然后再加上你算出增长率 好了 就出来了 你算出增长率在这呢 把它往这一放 这就是第一种 这个处理的方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第二种处理方法 它是根据什么呢 不均匀的这个年增长率 直接去计算这个 普通股资本成本 那怎么计算呢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这块是零 这块是一年 这块第二年 这是第三年 这是第四年 排下去 告诉你呢 比如说当前股利为两块 然后呢 第一年这个增长率 比如说这块为百分之十 第二年增长率呢 比如说告诉你 这块为百分之八 然后第三年增长率呢 比如说这块为百分之六 那么第四年 即以后的增长率 比如说告诉你为百分之五 以后都是百分之五了 都是百分之五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让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那又应该怎么算呢 怎么算呢 并且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告诉你当前的股价 多少呢 就当前股价为28块钱 那如何来计算 这个普通股资本成本 那我们说了 你就根据这个不均匀的 这个年增长率 直接计算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你把未来的股力折现 让它和当前的股价相等 然后反过来求解的折现 这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要直接计算 那未来股力折现 好了 我们第一年股力折现 会折不 第一年增长率百分之十 对不对 那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二乘以什么呢 一加上百分之十 对吧 第一年股力吧 然后乘以什么呢 一期的负力限制系数 这个R是我要求的 期数为一年 一期折现的是吧 那么第二年股力折现会折不 加什么呢 加上 看第二年股力多少啊 应该是二乘以个一 一加上百分之十 对不对 再乘一个 一加上百分之八 对不对 这样的股力吧 然后怎么样 乘上这个负力限制系数 是吧 R是我要求的 期数为两期 好 第二年就过去了 那么第三年这个股力呢 能算出来不 第三年股力呢 算出来不 那么第三年的股力的话 我们说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用二乘以个一加上百分之十 这是第一年股力吧 乘上一个一加上百分之八 第二年股力吧 再乘上一个一加上百分之六 第三年股力吧 好了 那么第三年股力有之后呢 那就相当于是我把第三年股力 比如这是零 这是一 我可以这看不 我可以了 那就说 我转换一下序号 对不对 把第二年看成零 把第三年看成一 后排下去 那就说我把第三年都相当于看成第一年股力了 除以谁呢 除以这个 RS 减去自然质 是不是 R就是我要求的 我就不写下标 S了 就是R了 然后减什么 减增长率吗 增长率多少 那减增长率是永续增长率 是不是 你不能是直接减百分之六 减百分之六就错了 应该是R减去永续增长率多少 百分之五吗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是把 相当于是把 这个第三年 及以后的股力 我就全折到哪了呢 全折到了第二年年末了吗 把第三年机后股力 就全折到了第二年年末 但是要注意怎么样 还得把它又第二年末怎么样 再计算到当前来 是意思不 成什么呢 成上一个负力限制系数 R系数为两期的吗 好了 这不就相当于是把未来股率 全部折现了吗 等于多少呢 让它等于当前的股价28 然后怎么样 通过差值法去纠结 求出率R来 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是根据不均匀的 这个年资长率 直接去计算 这个普通股资本成本 你看 算出来结果 那就是普通股资本成本就OK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计算思路呢 我们应该也觉得不陌生 因为我们前边在讲这个 普通股价值评估的时候 讲过类似的这个东西 对吧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告诉了这个 股东所要求的这个必要报酬率 你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这方法算出结果 那不就是股票的价值吗 两阶段的模型 是不是 现在只不过是反过来了 我告诉你这市价了 反过来让你去求你折现率去吗 那你求折现率的话怎么样 那就是普通股资本成本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只要是我们前面的价值评估那块 听明白了 那这一块 那就是很容易过关 如果说你前边这块的价值评估那块 你还是模仑两可 那估计这块列的柿子 你可能都看不懂 好了 如果哪块不清楚的话呢 建议各位 把这个普通股价值评估的那种 两阶段的模型 也就讲那个非固定增长股 它的价值评估问题 把那块好好看一看 这相对说白了就个反算呗 说白了就是一个反向计算嘛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 甲公司呢 最近刚支付呢 每股现金股利两元 这是啥呀 这代表是第零是吧 股利增长率呢 百分之五 股票呢 当前市价呢 每股二十元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呢 百分之二十五 问你普通股资本成本多少 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时候 那个所得税的税率呢 是干扰项 不要管它 第零 知道了 第一呢 那不就相当于是用二乘以什么呢 一加上这个增长率百分之五 这不低吗 然后呢 除以这个市价是二十 然后再加上这个增长率百分之五 这不就OK了吗 去算这结果 别算错了就可以了 呗 接下来看下个题 甲公司呢 是一家稳定发展的制造业企业 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 过去十年保持稳定 并且呢 预计未来继续保持不变 未来呢 不打算增发或者回股票 说明什么 说明甲公司是处于可持续增长的状态了 公司呢 现你用股力增长模型 来估计普通股资本成本 下来各项中 可以作为股力增长率的有 来选项 甲公司的可持续增长率可不可以呢 既然它是处于可持续增长状态 那就说股力增长率就等于可持续增长率啊 没问题 接下来看并选项 甲公司历史的股价增长率 那么历史的股价增长率 讲的就是什么呢 它的实际的一个股价增长率啊 那么这个实际的股价增长率 它和我们按照那个股票的估价模型 所预测的股价 是不是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呢 我们说保证不了 那我们说你根据这个预测的模型 那我们说什么呢 第一除以什么 除以RS减字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股票的估价模型 按照估价模型 我就可以预测的股价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各年的股利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排下去 这是三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把P0 这个股价 是不是我也可以给它预测出来呢 只不过我是根据这个 股票估价的预测模型 来预测股价嘛 同样道理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P1 也可以预测出来呢 这个P2 是不是我也可以预测出来呢 没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这个P0等于啥呢 P0不就相当于等于 第一除以什么呢 RS减字乱G吗 那么P1等于啥呢 P1就应该等于 第二年的股利 除以RS减字乱G吗 而这个第二怎么样 第二不就等于 第一乘以什么 一加增长率G吗 这个G就是股利增长率了 那么如果说 我们历史上的各年的股价 如果和我们预测这个模型的预测股价 如果是完全一样 那没问题 你的历史的股价增长率 那就等于这个股利增长率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你给你预测模型所预测出的股价和你的历史股价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市场未必完全有效 所以说你B选项就不可以 不可以 接下来看C选项 假公司的内涵增长率 内涵增长率讲什么 我们没有外部融资 没有可动用金融资产 完全靠利润留存来满足这个销售增长要求 那叫内涵增长率 那跟我们的股利增长率 一毛关系没有 所以说C也不对 B选项呢 假公司历史的股利增长率 那肯定没问题啊 那历史的股利增长率 我们说 可以计算它的平均的增长率嘛 并且一般来讲 采用这个几何平均 是吧 所以说呢 证券选项怎么样 应该是A和D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不行 我们说 作为股东来讲的话 他和这个债券的持有人 两种相比的话 应该说股东承担的风险 会更高一些 那么他承担的风险 更高的话 就意为什么呢 应该在这个债券持有人 他所要求的报酬率基础上 然后再加上这个风险一架 从而呢 给他更高的风险 一种补偿嘛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 你把这个债券的税后资本成本算出来之后 加上这个风险一架水平 得出结果来 那就是普通股的资本成本嘛 所以说这里面怎么样 就需要确定两个变量 一个呢 就是一个税后债券的一个资本成本 另外一个呢 就是风险的一架水平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这块所讲的税后债券的资本成本 是本公司自己发行债券的这个资本成本了 你把其他公司发行债券那个税后资本成本拿来 没有意义 不可以 你如果把政府债券的那个 倒计手里拿来 也不行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风险一架的确定 那么这个风险一架的确定呢 有两种确定方法 一个呢 就是凭着你的经验来估计了 你这个普通股的这个一架水平 到底多高呢 那要看一看 你和这个自己这个公司发行的债券 做比较一下 如果风险高的话呢 你这个一架水平多加点 如果风险相对低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少加点 基本上说在3%到5%之间 另外一种确定方法呢 就是根据历史数据去分析 那看一看什么呢 你这个权益报酬率 和这个债券的到期税率两者做差 那个差的部分 就是我们一架水平 那么再有 我们这块提到的这个加上那个风险价 注意这个风险价 和我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里面 也有一个市场风险价 跟他不是一块事 那个市场风险价什么呢 那是RM减去RF 别闹混了 如果说呢 你这个市场风险价走之后 你再乘上一个北特系数 那是代表该股票的一个风险价 这个该股票风险价 是在谁的计算加呢 是在无风险利率计算加的 而我们这里面讲的债券 税率分析效率模型 那个风险价在谁的计算加 是在本公司自己发行债券的 税后资本成本上加的 真的分清了吗 那么在这块你还注意一下 本公司自己发行债券的 那个税后资本成本 考试的时候 不一定会直接告诉你啊 他可能会让你自己去算 那你马上想一想 本公司自己发行这个债券 那么他的税后资本成本 怎么算的呢 本公司这个发行的这个债券 他的资本成本 如何计算 我们前面讲过了 不考虑发行费的时候 倒计数率法呀 可比公司法呀 风险调整法呀 朝北利法呀 如果考虑发行费的时候 那我们把那个发行费用减掉 要算个筹集资金净流入 对不对 那么在主管题里面 通常会考什么呢 倒计数率法 风险调整法 新发行债券 考虑发行费用 资本成本计算 这三个 任何一个都可以拿对着来考我们 计算什么呢 计算出他的税前的 债务资本成本 然后再去计算税后的 债券资本成本 算出来之后 这个风险水平告诉你 两者相加 就是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 所确定的 普通股资本成本 所以你看 把债券的资本成本算法 和普通股资本成本算法 两者全都考到你了 紧接着后边 在那计算 加全 平均资本成本 那你可以想想 不管哪一不一错 你这一分 可能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我们各位考生要 慎之有慎 我告诉你了 这种考法 你别给我忽略 不要脑袋光想着 人家会告诉我们 一个债券的税前资本成本 我承上一件索的税就可以了 哪那么容易 投诈出题 对吧 那税前的债务资本成本 让你算一遍 很正常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 假公司采用债券 税率风险调整模型 来估计股权资本成本 税前的债券资本成本 8% 股权相对于债券的风险一价 4% 企业所得税率25% 假公司普通股资本成本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采用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来估计 好了 税前的这个债券资本成本 8%有了 那就是8% 乘以什么呢 一减25% 算是税后对吧 然后再加上这个风险一价 不行了吗 没那么复杂吧 OK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采用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 来估计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时候 这里面提到的债券的收益率是指什么呀 应该是假公司自身所发行这个债券的税后资本成本 你看确定方法很清楚了吧 所以说呢 正确选项怎么样 应该是递选项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时候呢 如果说考虑了发行费用 又该如何计算呢 那么考虑了发行费用就意味着 这个普通股怎么样 是新发行普通股啊 那么新发行普通股的话 那就意味着 我们把发行费用考虑进来之后 这时候呢 他的资本成本肯定要比不考虑发行费用的时候 那个资本成本要高啊 那怎么算的呢 说白了就在父母这块怎么样 把这个发行费用把它扣除 算出一个筹集资金的一个净流入就可以了 我们前面不是只有批铃吗 在后边直接成什么 成上一个一点去发行费用率就可以了 所以这公式也很好记吧 你只要是我们前边这块第一除以批铃 然后加上增长的G 只要这个会了 那就是要么呀 在分母这块怎么样 成上一个一减去发行费用率就OK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你新发行普通股的话 这属于一个外部的股价筹资 留存收益呢 是属于内部的一个股价筹资 那么内部的股价筹资呢 就不需要考虑发行费用 所以说呢 这个留存收益的资本成本 肯定要比外部的股价筹资 它的资本成本要低啊 这个结论没问题的吧 比如说 让你计算这个留存收益资本成本的时候 即使给了发行费用 你也不能够考虑 因为它属于内部抽资 接下来我们来看题 某公司呢 发行普通股的股票 发行费用率呢 为6% 每股的股价呢 是10元 本期呢 已付的现金股利呢 每股2元 这个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第0 对吧 未来呢 各期股利按照2%持续增长 告诉了股利增长率 问该公司留存收益资本成本 那留存收益资本成本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应该用两块乘以什么呢 一加上2%的增长率 第一是不是 除以批零当前股价 然后怎么样 再加上增长率2%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我们说 虽然说给了发行费用率 你也不能计算 不能用它 那么这个发行费用率 什么时候才用呢 计算 新发行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时候 才需要考虑的 好 把这个结果算正确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个题 某公司呢 现有资产呢 5000万元 没有负债 全部为全新资本 发行在外普通股呢 1000万股 总资产的净利率呢 12% 净利润呢 全部用于股地的发放 未来的股地资产率 3% 那么既然告诉总资产的净利率是12% 总资产是5000万 你能否算出净利润呢 没问题是吧 用5000万职业乘以12% 那不就净利润吗 为了提高股票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市价 公司呢 明年准备筹资扩大规模来购置设备 该设备的报酬率呢 和现有资产的报酬率相同 也就是12%的一个资产净利率水平 你以每股5元的价格增发普通股 100万股 发行费用率呢 10% 好 我们来看要求 计算呢 新发行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既然是新发行普通股 那就怎么样 就需要考虑这个发行费用了 在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呢 算出的净利润 就是用总资产的规模 承担一个总资产的净利率 然后除以股数 算出每股股利 他说什么 净利润全部当作股利发放嘛 那接下来 要计算这普通股资本成本 那就说第零年的股利 乘上一加增长率 算出第一年股利 然后呢 除以这块的筹资金额 因为告诉你了 每股发行费用率是10% 后边再加上这个股利润涨率 算出结果来 就是考虑发行费用的 这个新发行普通股的资本成本就算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 它是要大于12%的 那个总资产的净利率水平 对吧 接下来看第二要求 计算了增资之后 每股收益和每股市价 假设呢 市盈率不变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增发 能够拿到多少资金呢 因为这些资金怎么样 它得去买设备去是吧 扩大规模吧 增发价格呢 乘上这个股数 然后呢 告诉你发行费用率是10% 把10%扣掉 那就意味着 我们能够拿到450万资金 那么这450万资金 来增填设备 扩大规模 它的资产净利率呢 还是原有的水平12%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你的净利润呢 然后这时候的股数呢 我们说在原有股数 基础上要增加了100万股吗 算出每股收益 既然他说市盈率不变 那么原有的市盈率 那就是市价出于每股收益吗 然后呢 乘以我们增资之后的这个每股收益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增资之后的每股市价呀 这没问题是吧 相当于是一个反向计算问题嘛 反向计算问题 那接下来 第三个要求 判断呢 这个增资方案是不是可行啊 那我们说呢 从他的这个增资之后 这个资本成本 我们可以发现 高于总资产的净利率 是不划算的 也就是说增资不可行 或者说呢 你在增资之后 你的每股收益呀 每股市价 和增资之前相比都低了 也不划算 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目标 所以说你在判断的时候呢 你得有依据是吧 计算出来结果了 你得会判断 依据是什么 得搞清楚 啊 得搞清楚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